老师有几个东西要宣布 这个东西是关到你跟我的成功 这个东西我不是很肯定 可是今天我很想要用肯定这个字了 我差不多几乎要用肯定这个字 来去宣布这个事情了 美国Big Walk了 很大件事情就是 钱开始没有价值在美国了 为什么是这样子讲呢 今天最最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我们马来西亚有monitorium 美国也有monitorium 美国的monitorium还剩下几天就完了 就是等于说什么 8月开始要供期了 所以美国instead ofmonitorium 他丢helicopter money 所以这个东西 我可以跟你讲一句话 美国一定重视清了的 为什么 当我们讲为什么的时候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一点点的历史 为什么我认为 美国真正的BigBig Walk 他不是Big Walk 他是美国真正真的是GG 他不是GG 他是5个G 10个G 100个G 很大G 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历史 在美国世界大战的时候 如果要讲你们不明白 我现在讲给大家听 他的那个真正的眼里 眼影 在美国世界大战 第一跟第二的时候 美国赚很多钱 因为这什么 美国卖很多军火给德国 卖军火给法国 卖军火给我们叫做这个英国 还有卖那些军火给澳洲等等这些东西 美国卖很多很多 因为他们打仗很乱嘛 所以美国啊就是什么 就是用军火来去发大的 在世界第一大战第二大战 这样当他发大是怎么样发大呢 美国没有收钱 美国很聪明他收金 所以美国现在今天他有八千多单金 八千多单 听好来 美国有八千 包出来的 真正的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美国是第一个有八千多单金 这个是在2020的报告啊 这个是在2020 八千多单的金 第二名最多金的世界现在是德国 德国有三千三百单金 第三个国家最多金的 第三名啊全世界啊 意大利 有几多单呢 两千四百单 接下来第四名呢 是法国 法国有几多金呢 两千四百单金 接下来我们讲的第五名是苏联 苏联是有两千三百单金 中国现在有两千单金 所以中国总共是排第六名现在世界 所以现在呢 美国还有八千单金 所以讲到今天 美国他还撑住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一桶金 可是在世界大战第一 世界大战第二 美国是最多金的国家 当时的时候 英国 德国 法国 澳洲 所有的人要跟他买官佛 美国讲 我不要拿钱 我要拿金 所以美国呢 在世界第一大战 第二大战 受了很多很多的金 当他受了很多很多的金的时候 在1944年 Breadwood System 美国叫了 整百个国家 完全来到 美国 跟他说 我们美国 现在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要用金 来去 做一个 我们的 世界货币 这样世界货币 如何讲 大家不明白的话 无所谓 比如说 印度要跟日本做生意 印度 的钱 跟日本的钱 怎么样找一个共同点呢 没有一个共同点的 他凭什么来讲共同点呢 印度 跟日本 所以他们当时的时候 用什么来讲 是用金 你们明白 讲什么意思吗 所以谁人最多金的 你的价值 更强 谁人最少金的 你的价值 更少 也是因为了这样子 为什么 美国 当时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你们 爸爸妈妈 问你们的公公婆婆 去收金呢 甚至国家是什么 跟人民什么 讨金回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国家跟人民买金 美国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很多个国家 在193多年 4多年 5多年 6多年 国家买金 这样 谁人最多金 你的价值是最高 当时的时候 美国的价值 就是做了世界货币 所以他的那个金 讲什么 我有多金 我价值是这样 日本你有这样多金 印度你有这样多金 你的价值是这样 所以日本不需要相信 印度 印度不需要相信日本 印度就跟美国比较 日本就跟美国比较 美国的钱就变成了 世界统一的货币 你们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所以从在这个 我们叫做 日本 他跟 美国比价钱 就是他的价值 跟美国 印度 就跟美国 比价钱 就是他们拿这些 我们叫做美金 来去做成一个 我们叫做世界货币 这样印度要卖给 日本 日本要卖给印度 他们都是拿 我们叫做一个 True North 就是美金来做 兑换利 你们明白讲什么意思没有 所以 当他们用美金 来做兑换利 在1944年的时候 世界就太平了 为什么 没有讲这个我们所谓的 我觉得到你的没有价值 还是 你的价值没有这么高 所以讲在1944年的时候 美国 美金 是绑住金 所以讲你可以看得到 美金 达到今天还是稳 因为美金 有8000多单金 可是 在1971年的时候 听到来啊 这个是重点的 美国在196多年 1971年 6多年的时候 一路打仗 他达很多个地方 包括韩国 包括越南 越南是他 唯一一个国家 是打到最辛苦打的仗 然后 也是因为了这样子 美国在世界各地 军完全做这些 我们叫做 去 霸人家 霸人家的国家 这个故事就很长了 可是在1971年的时候 美国 没有办法 再去撑了 为什么 因为叫什么 美国的金 跟钱 绑住的 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美国的金跟钱绑住的 所以金在美国 还有债 可是他的美金 已经在世界各地了 你们明白 讲什么意思吗 就是他们花很多了 就已经不见了 那些钱 所以他只是剩下金 他没有钱 你们明白 讲什么意思吗 剩下金 没有钱 所以 可是美国他卖债件 他卖债件 美国卖债件 美国要给利息 可是钱没有在美国了 因为这什么 打仗打太够力了 所以 如果来讲 美国 不再印钱 美国会 还不到 其他的国家钱 所以当美国 还不到其他的国家钱 美金就变成 没有信任了 所以美金没有信任了 他怎么样 他就有这么多金 他不可能再去打仗 抢人家的金 所以他已经先前不在了 所以他要印钱 可是他印钱 世界已经统一了 你不可以印钱 如果来讲 你没有金 你印钱 因为你印钱 你骗人 人家就会怀疑 你的那一个金 跟那个钱 是骗的 美国 在1944年 所有的大的国家 一起合 同意 这样我们有几多金 钱 我们有几多钱 我们可以印几多金 这样我们完全是同意 这样货币 完全就是稳定的货币 这样如果来讲 是因为了 美金没有钱了 完全在外国了 美金没有钱 他怎么样去还利息 他还不到利息 在1971年 President Nixon 就把金跟钱 talk关系 我美国今天要印钱 我明打明跟你讲 我的钱不需要跟金一起绑住了 就是我们今天的fiat money 今天的钱 美金 货币 没有绑住金的了 可是 现在就来了 在196多年 当时的时候 美国人 他们是一个爸爸 可以养完全家人的 最后你有五六个 十个小孩子的好 他们当时的美金 是很强的 就是等于说 他们的一块钱 可以买很多东西的 可是 因为了 在197多年的时候 他们talk金了的时候 他们一路印钱的时候 听到来 他们一路印钱 听到来 这个就是今天的现象 所以很多人 不明白的话 你就用这一个的角度 他开始印钱的时候 可是没有绑住金的时候 他要印几多就印几多 可是问题是在哪里 国家是人控制的 人会有贪的 所以当他贪的时候 他就印很多钱出来 当他印很多钱出来的时候 人就拿到很多钱 当他印多钱出来的时候 通过膨胀就来了 因为做什么 有很多钱 去追买一样东西 这样子的话 那样东西就买到不够去 然后从那边 那东西也起价钱 这样从在这个的角度 你讲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有很多方式的 国家印太多钱 通货膨胀 东西太少生产力 他也会通货膨胀 你们明白讲什么意思 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太深了 我们普通人 我们不需要去明白 这样东西 所以讲到 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来讲 国家 因为了一路印钱 通货膨胀就来了 196多年的时候 美金 一个爸爸可以养很多小孩的 听好来 在197多年 1980年的时候 爸爸赚的钱 已经不够了 老婆要出来做工了 听好来 这个是很逻辑的东西 爸爸在196多年 可以养10个小孩子 他都还有本事养小孩子 妈妈可以在家里 塞衣服 煮饭 等等这些东西 在197多年尾 到到8多年的时候 他们一份薪水 已经不够了 因为东西开始涨价了 因为国家已经脱金了 所以从中在这一边的话 他们的 我们叫做 另一半 另一半要出来做工了 就是要两份工才可以养起家里 所以讲他们的价值已经掉了 你们明白我讲什么意思没有 所以当他的价值已经掉了的时候 两公婆要去做工 就代表什么东西 就是前扁治疗 包括今天 从美国在1971年 Fiat Money 脱掉金的时候 他一路的这样 一路这样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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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到什么 在2008年 2008年 就是等于说什么 大概是差不多 30多40年 他就是这样 一路印 所以讲美国在1971年 到2008年 他们没有一个世界 很大的 我们叫做 recession 就是经济衰落 他们没有一个很大的 因为这是什么 当经济衰落 他们就印钱 经济衰落 他们就印钱 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真正的经济衰落 就好像那些国家 比如说整个那些人 很穷等等 没有过的 因为这是什么 他们印钱 他们可以刺激那个经济 当然 在1971年 80年 90年 2000年 他们有很多 不一样不一样的经济学家 就是经济的高手 来去讲 我们政府应该这样子做 政府应该这样子做 政府这样子做 所以讲今天 我们所谓的 所有的学经济学的 就是学钱的东西的 到今天 没有一个人 有正确的答案的 就好像 以前我们讲 Ben Bernanke Ellen Greenspan 这些完全都是那些旧的 我们叫做领导 怎么样控制钱 这些东西 Ellen Greenspan Ben Bernanke 到今天 Janet Yellen 等等这些 这些所有的人 他是 Federal Reserve的人 讲到这个东西 就太深了 我们不要讲到这边去 所以 他的那个 真正的 那一个 我们叫做 为什么在2022年 这个金融危机 是没有得走了的 就是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8年 所以我们要知道 2022 什么事情会发生 我们就要倒回去2008 其实2008到2022 是差不多 是45年 你们明白 我讲什么意思吗 我们要知道 他的真正的原因 在2008 因为2008 其实 应该会股债的 可是呢 必然 他的股债 没有这么恐怖 为什么 很短的时间 他就飙上来了 因为 US Federal Government 又在印一笔 很大笔的钱 在2008到2010 他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 Mortgage Crisis 为什么 当时的时候 政府一路推钱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当一个市场 多钱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一个就是交易了 如果要讲 你们要知道 金级 他是怎么样 硬做的 你一定要懂 这样东西 当政府 他一推出钱 这个字 钱这个字 这个钱 怎么样推出来 政府在2008年 他是卖债券 这是什么意思 债券是说 你们 谁人 在 中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印尼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你们那边的钱 你们要不要 要的话 你可以跟我买债券 我的债券 就是等于什么东西 就是 我就会给你一张手条 一张纸 你们就用 你们的钱 来跟我买 我就拿那个债券 给你 我答应你 给你利息 这个利息 3% 4% 5% 这样的意思 这样美国 还是怎么样 他拿那个债券 去日本 去中国 这样有一些国家 他是用日本 来跟他换 有一些国家 像中国 他没有用日本 因为这什么 美国人去那边 做生意 他们那边 收美金 所以他们那边 收美金 中国人讲什么 哎呀 我这么多美金 他卖债券是吗 好啦 反正死罢了 我就拿我这一个美金 中国人收美金 给回美国人 美国人收回美金 你们明白 然后 给利息 给中国人 你们明白 讲什么意思吗 现在 日本是最大的 买美国的债券 是最大的债主 日本 因为有 这个 阿贝诺诺 这个故事又很长了 日本 日本已经是 SNAFTFLATION 很多年了 可是呢 阿贝诺诺 websites 就再印钱 印到现在 日本政府 就是大企业 因为日本政府 买他们的 那些公司 政府不可以 去买公司的 现在搞到 日本 政府 买公司 所以这个故事 就很长了 阿贝 Snow 日本的那些经济 不是日本本身了 因为日本的经济 现在是全世界了 因为他们是 全世界 这个叫Abenomics 这个很奇怪的东西 新加坡也是这样子做 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 他们所谓的Abenomics 就是国家本身生产不到了 人太老了 所以他怎么样做 他们拿国家那边的钱 去投世界的钱 所以他拿世界的钱 回来他的国家来用 这个叫Abenomics 因为他国家自己生产不到 他要用人家的 这个是用杠杆的法则 这个故事就又很长很长了的 所以讲到这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回回来讲2008 2008跟2010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了2003年到2004年开始 他们就是一路半钱 一路半钱 一路半钱 当钱在市场的时候 政府要怎么样出钱在市场 政府拿了钱 他要出市场 他是要通过 Central Bank 就是Federal Reserve 出给Bank 这样银行 他的债件是怎么样 之前我有讲过了 如果来讲你们要知道的话 你们可以去 我的YouTube 我有讲 钱是怎么样制造出来的 如果来讲 你要把你的财富倍增的话 你要明白什么叫做钱的话 你在这边有一个YouTube link 你去看YouTube 那边你注意看 钱是怎么样制造的 我教你们 很多人讲到什么 PE这些东西 搞到我们这几本是什么 好像很没有 好像我们不明白 他们越用 越technical的东西 我们越觉得到 他们好像神一样 其实不是神 难听讲一句 他是骗你的钱 骗你的未来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股市就是这样罢了 未来的回酬罢了 可是很多人不了解 这样东西的 但 anyway 那个词典我再来讲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东西 就是他一路硬钱 一路硬钱 一路硬钱 到2008 2008的时候 股票是最高峰 最高峰 最高峰的时候 2008 很恐怖了 当股票高峰的时候 他们想一个很creative的东西 为什么 他们呢 就是因为你想 我们可以做这个东西 这个是financial derivatives 这个东西是比较复杂一点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房地产所有的债件 他们用来 把它打包起来 我们又再卖给另外一个人 因为怎么 债件是什么 是我答应政府 我30年会还 听我讲清楚 所以我答应政府 我30年会还 所以他们讲 我真的答应 我们把所有的债件 还钱包装起来 我们再卖给其他的机构 在2008的时候 没有政府的讲 没有政府的看 他们很聪明的银行人 把债件包装起来 卖给其他的银行 他就好像什么 卖炸弹给人家 卖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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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那一个 就好像我们讲什么 在那边有五张一纸 六个人在那边走 明白吗 等到他的那个隔一停的时候 坐下来的时候 一个人一定要死 一个人要死他 他觉得他不想死 他就拿刀 去查了另外一个人 给他死先 他就想要做那一纸 是这样的意思 在2008到2010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做什么 银行的家 银行家把房地产的债件打包起来 当他打包起来 卖的时候 在2008卖到钱 卖到钱 所以他们一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2008 缓震这么好 我们再卖很多 再出去 可以拿 所以这是谁人要拿论 我们就给他打包起来 2009是最恐怖的时间 就是什么 酒吧女郎 也去拿论 黑社会 也去拿论 不管白猫黑猫 所以只要借钱的就是好猫 在2008 因为就是什么 他们把这些所有的债件打包起来 卖给一个公司 那个公司拿了 这个公司又再卖给一个公司 他叫做是一个很 什么 很complex的financial derivatives 那时那些人听到 这样子也是对 反正我们的债件 可以用三三年 又可以收回来 我们的cash flow很好 所以我可以卖 这种东西是很complex的东西 美国政府不知道 美国的政府真的不知道 在2010年的时候 原来美国银行 包括Lemon Brothers 现在你明白吗 这种故事没有人敢讲的 这我敢讲 因为这什么 你明白他的逻辑 你就敢讲了 Lemon Brothers 他把他包装 完全是烂债物 里面有酒吧女郎 酒吧女郎不是不好 他们没有财务的思维 可以解签啊 我买物质不用钱啊 我签名就可以拿到物质啊 物质又这样好价 好啊 我就签了 那些总共有的 uncle在马车路的 少帝的 完全只要拿可以论 就可以拿论 你明白讲什么吗 不止Lemon Brothers 还有很多个银行 所以美国政府不知道 他们每银行打包这些所有的债金起来 卖给其他的银行 银行又再卖给其他的银行 很多banker当时都是赚很多钱 可是打包的完全都是烂债 所以其实烂债是在美国开始的 所以这些烂债就是什么 人家买了过后 没有钱工 没有钱工 所有的烂债会浮上来 就是那个大便完全浮上来 就是Golman Sack Lemon Brothers 这些完全都是一样的 他们打包了 过后就卖 打包了 就过后卖 卖到给他们的身上 你们明白了什么 Lemon Brothers Golman Sack 完全都是一样的 拿到这些烂债 当他们拿到烂债的时候 东西浮上来的时候 每个政府 保还是不保 因为他们是完全很大的银行 他们倒闭 美国人完全就去银行那边 要拿钱出来了 所以 美国没有办法 美国讲 我们不可以给银行死 可是 你不给银行死 他的问题是正在 宠坏银行 就是什么 我们 太败了 我败了 你的人 不能得到的钱 你的人死 所以 You government bail me out because I am too big to fail 就是等于说 你让我死 你美国也死 就是 你美国的人的名 人民的钱 就在我的身上 现在 我买了坏的债材 是我亏钱 可是 你让我死 我最多bankrupt 我bankrupt 其他的bank也会bankrupt 因为这什么 bank跟bank也有借钱的 所以当这样子做的时候 美国在那边爬头 我们要让这个经济死 还是我们要 再印钱 这个印钱的东西 就是2014年 这个东西叫做 QE就出来了 这个叫做 Quantitative Easing Quantitative Easing 这样东西 如我讲 大家不明白的话 就是美国可以印钱 不用理由的 美国可以印钱 With a reason why 所以讲 这种叫做 Quantitative Easing 这个东西叫QE 是在2013 2014年出来的 So QE这样东西 就变成什么了 政府可以印钱来去救 怎么样的 卖债材 So 卖更多的债材 他就可以拿QE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讲 我卖债材 我可以收人民的税 啊 来了 这一个就够了 他讲 我卖债材 我债座 我可以收税 QE的逻辑是怎么样呢 当我进印了钱 我出给一个人 那个人拿到钱 他会跟另外一个人消费 那另外一个人拿到钱 他会跟另外一个人消费 他那个人另外一个消费的话 他另外一个人会消费 这个叫做 Velocity of Money All right So QE 它的逻辑是讲 当我们不用钱出来 不怕 因为这什么 我们可以 税收回来 So 当我们不用钱出去 税收回来的话 这个叫做 QE 我们可以拿回 我们应该拿的钱 因为记得 钱一定要balance的 有几多金 才可以印几多钱的 现在美国 只有八千单金 他印的钱 是超越他的那个金的钱 所以讲 从在这边 他就不绑金 他的问题就住在这边 你们明白 讲什么意思吗 当这样子做的事情的时候 QE是什么 Velocity of Money 就是 我印一块 我印十块钱 这个十块钱 可以给十个人到十五个人用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当时的时候 就是等于说 第一个人拿到钱 然后第一个人 Let's say 我们讲一百块 有意思讲 第一个人拿到一百块 我去买一样东西 我就用 我拿到一百块了 现在 印了钱吗 我拿到钱了 用很多方式了 所以讲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要讲了 因为讲那个 讲那个东西 怎么样钱 批给人 那个我看 我最少都要讲半个小时 可是我们讲 拿到钱 我们讲 中央政府 我们人民拿到钱 他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印钱 逻辑是怎么样收回钱 所以当他印钱的时候 我们拿到钱 这个钱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拿到一百块 政府连接给我一百块 通常就是从发展商 从大的机构 从股票行 这个东西我们不要讲 因为讲的太深了 所以我拿到一百块 照理由我这一百块 我去买东西 所以我要吃 要用 要什么 在市场我就会用 九十块 来买东西 我存十块钱 这样的意思 明白这样吗 所以 我就跟一个人买 那个人有九十块了 你收十块 那个人有九十块 所以现在这个九十块的人 他就想 我也要吃 我也要用 我要玩 我要做 所以我就在这个市场 会花八十块 第二个人就收十块 然后八十块就在市场 所以八十块在市场的话 这个第三个人 他就会讲 我有八十块 我要花七十块 我要吃 要用 那个第三个人就用七十块 六十块 然后五十块 然后四十五块 然后四十块 这个我们叫做 一个一百块 可以给到十到十五个人用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说我给一百块 这个第一个人 用九十块 纯十块 九十块 给第二个人用 他用八十块 你看吗 九十加八十是几多 一百七十了 然后 从在这一边 如果来讲九十八十 这个是七十的话 就是一百八十加七十 是两百五十块 然后这个是六十的话 就三百一十块 政府不是 bring一百块吗 怎么会在这个市场 有这么多倍的 这个叫做 Velocity of Money 所以他一百块 可以有很多个 我们叫做 人 倍增 倍增 倍增的去用 那个系统 可以怎么样 这个九十块 人家用 要给二十八千的税 九十块的二十八千 是几多 他要给十八块的税 上去了 上去天空 税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容易讲了 这边一百 这边九十 九十八千 二十八千的税 就是十八块上去了 这边八块钱 八块钱的十八千 二十八千的税 就十六块 十六块又再上去了 六十块 所以二十八千 就是十二块 又再上去了 收到的税 还多过你出的钱 你们明白 我讲什么意思吗 所以讲国家著墨收税 我印钱无所谓 只要我有收税就可以了 国家是这样子做回来的 他不可以渐信的 可是当你 owe 太多钱的时候 他就不平衡了 因为钱会流去其他的世界 这样就麻烦了 因为你收不到税回来 你去给别的国家 收别的国家 是收你的人的税 所以讲 这一个东西 就是什么 他印100块 100块给90块 90块给80块 80块给70块 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钱倍增是10倍的 通常他们的QE 就是100块等于1000块 1000块的20% 他可以收回200块 其实国家还是赚钱的 你们明白讲什么 这个就是QE的逻辑 说怎样国家是正做的 就是这样来做出来的 可是在2008 在2010 然后过后呢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们一路印钱 国家不知道要怎么样 放他的脸 所以讲了 Ben Bernanke 在2014年 推出这个叫做QE 然后他讲 你们紧急血 你们不明白 什么叫做紧急的啦 就这样来啊 所以讲经济 你跟我讲 有一个人对跟错 没有人对跟错的 只有谁人抓住潜力 很多世界的人 不懂这个东西的 因为学校根本 不要教你这样东西 你明白 政府教你这样东西 完蛋了 因为这什么 你就会明白 什么叫做钱 当你明白 什么叫做钱 没有人是穷的了 每一个人都会自私 说钱做什么 他不教 他不可以教 你讲钱是怎么样做出来 没有人敢跟你讲 经济学也不要跟你讲 因为跟你讲了过后 废事你去反政府 你明白 讲什么意思呢 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记得 明白吗 我们来讲QE 这个东西 我们再讲下去 这个东西很够力的 在2008 2010年的事情 Ben Managhi 一出来的时候 就挑出QE 都讲他QE的时候 他什么问题 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钱是跟金 跟他一模一样好的 我不需要绑金 因为我们的经济 是很好的 所以从在那一边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边 一路印钱 一路印钱 在2014 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 2019年的时候 又是很多钱了 回回去2008年的时代了 你能明白我讲什么意思吗 在2018年 2019年 经济节俠 已经降了 美国会进一个 很大很大的衰落 可是在2019年 就这样巧 2020年COVID来 当2020年COVID来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 不是我们美国人的错 是COVID的错 COVID弄到我们要印更多钱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经济已经很严重亏损了 很严重很严重了 要讲到2018年 2019年 很严重 我要讲得很长了 又可以讲半个小时 为什么 这样巧 2020年COVID来的时候 美国人就把COVID推去前面 是COVID high的 OK 这个更够力量 因为他讲COVID high的 所以美国又逃了一个 没有年的那个时机 那讲到这样东西的时候 在2019年 什么事情 我们2020年中COVID 2010 2021年中COVID 这两年 美国 接下来 美国会币一点多个 Tillion的债钱出去 总共美国在2020跟 2021 这两年会币 差不多6到7个Tillion出来 如果来讲 你不知道 几多个Tillion的话 你不懂什么叫做Tillion的话 这样我就跟你讲 所以一个百万你懂 6个0 一个1 一个1 6个0 这是一个百万 一个Billion呢 是1000个100万 就是等于说 1000个一个B 就是一个Tillion 一个Tillion 美国总债钱 在2019年 是14个Tillion 14个Tillion 差不多是这样 14个Tillion 就是美国 在Fiat currency的时候 就是1971年 到2019年 大概50年了 他们总共在 债钱的世界 债钱的经济 债钱我已经交了 你们不明白的话 你们可以借我们的YouTube来看 财钱14个Tillion 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差不多50年 他有14个Tillion 可是 这一个两年 他bring了 大概7个Tillion出来 他将会bring所有的钱 bring7个Tillion 就是等于说什么 他会弄到 他们整个国家的债钱 大概是差不多 20多个Tillion 两年 就是把钱推出去市场 这一个推去市场 有很恐怖的发现 因为叫什么 人民聪明了 人民不是笨的了 他忘记了人民有internet 他忘记了人民有这一种老师 我们做交易的 他忘记了原来internet 是一个政府控制不到的东西 以前不一样啊 以前没有internet的时候哦 tivi satu tivi luar tivi diga ntivi eight ntivi9 就有这个五个波道 完全都是政府可以控制的 所以政府要讲什么 透过这个五个波道 政府就可以讲了的 可是因为了internet的科技 在2010年是最发达的时候 没有东西可以盖了 就是只包不到火 只要这些media可以出去 像我跟你的人都可以讲东西了 这个就够力了 因为了这样子 世界已经改了 可是政府往往都忘记 因为是什么 这些控制政治的人 是五六十岁的人 没有玩Facebook 没有玩YouTube 他们都不是YouTuber 他们失去了这个事情 他们忘记了这个事情 他们忘记了这样东西 就是我们人民交易 不是在政府讲什么 我们在全世界 我们都可以学 也是因为了这样子 这一次美国政府 big big walk 为什么big walk 东西是这样的 刚才我们讲 velocity of money 就是刚才VV 这边刚才算了的 20% 20% 它一路tax 一路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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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这一轮 我们所谓的讲 highlight了 什么意思highlight 在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它什么事情发生 当它bring钱出来的时候 美国人 不像以前了 他们知道 美金开始 已经没有价值了 美国人自己都认同了的 你不相信你现在可以去看YouTube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讲的 包括Robert Kiyosaki 我想如果要讲要谋杀的话 应该谋杀Robert才对 因为说什么 Robert就是他的那个 我们叫做cowboy 他真正的用教义 来去跟美国人讲 所以讲当美国人一明白 什么叫做钱的时候 够理了 够理了 so 怎么样做 现在的美国人 他什么事情发生 美国铁钱他们 他们拿到钱 他们怎么样 Velocity of money 是讲什么 100块 可以去到10到20个人 现在的100块 只是去到5到6个人罢了 Velocity of money 不会跑的 为什么 因为头第一个人拿到90块 他就会去买 不动产 去买Bitcoin so 他留50块到60块 出的钱40块 他不是10块钱 出的是90块 他不是这样 他不是拿来做生意 他不是拿来做什么 他是拿来做什么 他拿来买不动产 他拿来买Bitcoin so他跟100块来 他收50块来去买不动产 跟Bitcoin 他拿50块出去外面 so第二个人拿到50块 他就拿25块去买Bitcoin 去买25块去买不动产 so他就拿那个50块 破开一半 25块收住 25块又给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拿到这个钱 25块 他就什么 他就拿15块回来 去买Bitcoin 去买不动产 然后这10块钱 又给另外一个人 他给到5、6个人的时候 钱Velocity就停了 你们明白了什么意思吗 原本是可以shut到20个人 现在搞到 这些人聪明了 多谢我 有像我这个老师 叫人家去买金啦 叫买银啦 去买不动产啦 不买share啦 在 嘿嘿嘿 在 在 在Bitcoin啦 这些东西 所以钱不会动了 政府讲highlar 这是highlar 如果来讲这些钱 没有流动出去的话 我们掉了 这是掉了 是真的掉了 为什么 我们怎样收税哦 我们一了这么多债钱 税后收不回来 highlar 因为Velocity 钱不会跑啊 他们收不到税 他讲 对了 你怎么搞啊 带带路喔 所以我要跟你们讲这些东西 现在美国有这个东西叫ripple market了 ripple market是什么 现在银行不要再借钱了 因为银行担心什么 市场会倒闭 借的钱收不回来 现在已经有四个还是五个银行了 如果来讲你有跟住老师前几个 那个live的话 之前我们讲有三个银行 现在有五六个银行了 已经拉hand break 不要借钱了 so他把所有的钱给回政府 政府啊 我不借了 放在你那边 因为做什么 当钱在他们的身上 it's a liability so他们要be responsible 他们不敢借出去 so他们讲 你拿回去来政府 我不要了 现在政府哦 他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已经不知道要怎么样再做了 已经很麻烦了 也是因为了这样子 政府在印钱 人民花到一半kick住 他没有做这个velocity of money 银行你给他钱 他也不要批论 因为这么 monitorium已经到了 他要什么 look and see 不敢借钱出去 因为做什么 很多default的人会有default 所以从在这一边开始 八月美国会进一个很恐怖黑暗的时代了 当这一个的荆棘有一些传的语言出来的时候 马来西亚就会重视了 今天刚才我讲到现在就是这一个重点 当美国已经有这么的消息 马来西亚就跟出来了 so马来西亚的人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认为他们还会在股市里面在那边混吗 我跟你讲 现在的人已经拿钱出来了 一个一个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市场完全都是红色的现在 所以讲从在这一边你可以看股票 这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后个礼拜你看出来一路红住气的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投资的建议 只有消钱 讲的不错 只有交易 个人的意见 so当我们讲 这一个东西一出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钱在市场会过多 他们不可能 你们不要讲那种 有两万块三万块 你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有钱 你们不会明白了 两三万块不是明白 好像我有几百万我也不是很有钱的人 那些是几千万现钱的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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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有几千 我有千多万现钱 价值我有几千万 sorry 我顺便打广告一下 我也只有钱 but那些有五十个million 一百个million 几百个million 那些基金完全已经退出来了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 当现钱多 他们肯定去烧房地产 会玩的人肯定知道的 所以讲他们拿了这些钱 不用我讲那你自己看 会玩的人一定知道的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不管你是买 不管你是买fabrik也好 不管你是买forex也好 我们家这个 毛自动讲的东西是对的 不管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是什么意思 你买forex你会玩你不是好咯 你可以买short的嘛 你买股票你也可以买short的 所以讲我不可以讲一样东西是不可以买 只是你的知识有几多 我没有讲东西不好 我只是讲当股票的时候 它掉下来的时候 当现金多的时候 它肯定buck在不动产的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当它不动产的时候 不动产的价钱会飙的 这个东西 如果来讲你去看 你们看啦 你们可以看了 property cycle 你有一个graph的 你click image 你就知道了的 property cycle 他们有什么 他们有个cycle的 这个东西 词典我才来讲 这个东西 今天我不讲这样东西 我要跟你讲东西 当钱流进去房地产的市场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 我跟你们讲 不要买多 买一间 我把你们变成百万富翁 他们讲啊老师啊 你哦 整天教书 教房地产哦 最发达的还是你 因为你教课 这排是不是很多老师 出来 对不对 我跟你讲那样东西啦 不是这排很多老师出来 八年前也有很多老师出来 每一年都有很多老师出来的 你不要讲 不要骂人 八年前啊 也是有很多老师出来 其中那个人也是是我 八年前的老师 讲Aaron意思是什么 老前 骗子 懂一点点就出来教书 我们这些老教你们刚刚才出来 八年前的人也是讲讲我的 人家读了书 出来做补习老师 没有人讲好的我 人家读了书出来做教授 没有人讲好的我 没有人讲这些人的我 做老师有几多个有文凭的发达的 那一些老教的老师也讲我是新手啊 今天我已经八年做老师了 新的老师出来 难道我讲这些老师不可以用咩 对啊对不对 不可以这样子讲 no fact 八年前我刚刚出来做老师的时候 人家也是讲这牌有很多老师出来 那八年前的是 我以前也是叫做新手 小学老师做了过后去做补习老师 赚很多钱 没有人骂他的我 做老师教小学不厉害 教了小学教他的老师上补习班 他做补习老师 人家就讲他很厉害 我们这种老师就叫老钱 哇老你们公平一点可以吗 现在的年轻人 还是新的一手 他要做老师你就给他去做咯 你讲他什么是老钱 我今天八年了做老师 今天我讲是老手 还不够老还是可能更老 可是我想问一下你 老师这一个行业 老师这个行业啊 是蓝海还是红海 你讲啦 红海就是很多人做很难赚钱 老师啊 像我这样的老师啊 不是老师学校的老师啊 如果要讲你不懂的话 你应该去上学哦 所以讲你 蓝海跟红海你都不会的话 所以讲你就需要像我这样的老师 可是 我要讲的东西就是 老师 是红海还是蓝海 红海啦当然 你知道什么红海跟蓝海吗 我跟你们讲啦 当你有一个鱼缸这么小个 然后你放五只大白鲨进去里面 那大白鲨每一只这样子 鱼缸这么小个 那叫红海 因为是什么 鱼缸太小了 咬来咬去 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当你放五只 那个 鲨鱼的话 放在海那边 那个叫蓝海 因为那个海很蓝 交易是一个红海来的 很难做的 所以讲啊 如果来讲啊 交易是红海的话 这样我问你 在这个市场 做房地产的交易 我帮了几多人 你知道吗 马来西亚做老师的 如果来讲 真正当当 赞助做的 不怕的 疯疯以来的 我都是 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一样服侍大家的 到今天 Covid有两年了 我们啊 没有跟我们的学生 任何一样东西谈钱的 只要你们来找我们 我们就服侍你的 做的东西完全是免费给大家的 你们想要学 我们是其中一个道路给你们 在上路的 去学 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所以我希望啦 这样的东西 老师要跟你们讲 你们如果要学的话 明年跟大后年 是不动产的大机会 你们不要了时间 你是听老师讲 来 免费的 我教你们怎么样用一个IC就可以买不动产了 我教你们五个杠杆法则 第一个 地产本身 它的价值本身在哪里 第二个 市场 怎么样把这一个价值的 房地产推高它 多一把 可以尽快的赚钱 对的市场 买对的东西 这个东西有讲到十三法则 接下来你 当你明白了这样东西的时候 你要拿贷款 贷款怎么样拿 现在越来越难拿 我教你们怎么样make up 然后 你一定要知道 当你拿到的时候 你有风险 这个风险是什么 利息 最后 你要把这个利息顶的话 你一定要有回酬 回酬有两种 一个是租金回酬 一个是争执回酬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明白的 每一个人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搭工有搭工的人买法 做生意有做生意的买法 做保险 做经纪人 做我们叫做地产的agent 做微商 做youtuber 做instagrammer 有他们的买法 不一样的 做生意的人 大生意的人 有不一样的买法 有没有除息 没有除息 有很不一样的买法 bankrub akbk有不一样的买法 有房地产已经取价钱 没有取价钱 有不一样的买法 年轻 中年 跟老少 也有不一样的买法 完全不一样的买法 来的 真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样的东西 但 我要跟大家讲这样的东西 expect股市会出事情 大出险 所以讲从在这一边的话 今天老师可以跟你讲 老师讲的东西不是个人的意见 老师是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所有在世界发生住的 所以讲你从在这一边 老师没有把这个建议当做事 可是呢 我可以跟你讲的东西就是我所看到的现在世界 什么事情发生 没有人可以教我们的小孩子 除了我们自己 我没有骗你的 没有 你的祖祖宗宗 接下来你的一代一代 就是看你这个人 你懂不懂怎么样杠杆不动产 你相信老师讲一句话 怎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我们东南亚马来西亚太大的钱了 你不相信马来西亚本身 你都要相信新加坡在我们的下面 真的 我们马来西亚是新加坡的10到20年前 新加坡是香港的10到20年前 香港是日本的10到20年前 我们马来西亚是皮妈妈的 刚刚才开始 整个东南亚有11个国家 我们马来西亚是最便宜的国家 等到经济上的时候 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稳定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讲 放地产未来二三十年 我不管是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因为科技跑太快了 甚至有这种东西叫做Smart Contract 以后人家买房地产是用Smart Contract来买 等等这些 用我们叫做这个Crypto Blockchain Technology 这些我不知道 可是我只是知道一样东西 未来这个十年 我们去赚这笔钱先 所以讲如果来讲 你讲买一个房地产 四五百千 六百千 七百千的话 你不要这么紧张 去拿正式的教育 学了先 有人会赚钱 不会跟你这样分享的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我是老师 我是说前十年的老师 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真正的 你讲我要赚钱 我跟你讲我走了八年 你知道有几多个老师 我所认识的 做了过后 没有做了吗今天 教育本身是不容易做的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如果来讲啊 你没有使命 要改人的生活的话 你不可能今天 还可以做到今天的 你们认识吗 你们认识的话 谁认识 我今天做的不是因为了钱 是钱来找我 人家丢钱给我 因为他要跟我学我脑袋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没有逼任何的人 我只是跟人家讲什么 你要学 你一定要学他的科学 不是凭感觉 买东西 你要用科学的角度来去看事情 企业的角度来去看事情 所以讲在这一个东西 不是讲要弄到你的脑进风 进水啊 你讲哦好 我就去买 你会死的 因为房地产啊 有这个什么东西 风险啊 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杠杆这家东西的 杠杆是最有威力的 因为一戒酒 你拥有神 一翻倍 他是二 神你拥有权 他翻倍去二神 你的神就是你自己的 可是那个神你要去赚他 你一定要懂怎么样搞这个酒 这个酒就是我们所谓的利息 你要给 所以只要你这个利息酒 你可以给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不管你是自己给 还是叫人家给 你不够你贴 你知道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酒 那一个 十变二十就是你的 你的什么 拥有权利 这样你那个十你要拿来 变二十你要来卖也可以 拿来翻戒也可以 这一个呢 就是思维 bankrupt AKPK 都没有问题 你的名字是不可以拿来买 可是我问你 你几时要从AKPK跟bankruptcy跑出来 如果来讲你没有 掏过房地产 这样我就问你 祝你好运 用你的主动收入慢慢的去还 因为你永远都跑不出来 所以从在这个的角度 我可以跟你讲 因为我AV开始 这个 这个开始 我AV这个开始 买房地产 是减三百万开始的 我AV在28岁是开始减三百万 今天我AV45岁 我可以跟你讲 我自杀三次 我阿龙打我 打到我真身血 我可以跟你讲这样东西 你没有想象 我这一个人是怎么样过了我的生活 可是今天 我的财富我不用炫耀 因为大把的人比我还要有 可是我是小小的老师 我教很多人 所以如果来讲 你们在我的身上 可以赚一两百万 你们这都值得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我 我讲话 你带生命的 我讲话 我不用看纸 我也不用看什么东西的 我敢讲话 我也是用钱投的 因为这什么 我知道那穷的感觉 我知道 当一个人 没有钱的那种感觉 是如何的 所以讲 我不管你们是任何的人 只要你们可以啊 明白什么叫做财富 现在没有教的 只要你们明白什么叫做财富 这个东西 你们人生肯定改 因为这什么 你睡觉往上的时候 不再害怕了 你睡觉往上的时候 你可以很安落的早上起来 不用再给人家恐吓 不用再给人家恨你 不要再给人家在背后讲你 你只要把自己本身做到更坚强 可是这个坚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不动产 你一买了 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冬眠 好好的去做主动收入 你要 我可以跟你讲一样东西 我A人V我不敢讲了 我知道底是有几好 可是我只是知道一样东西 因为了我的学生 我创造了超过十个课程出来 主动收入的课程 被动收入的课程 我A人V一个人 可以教十个课程 以上 我A人V一个人 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找全世界的人 有没有人这么大的使命 去研究研发 这些课程出来给学生 这个老师学了 那一个老师学了 这个老师学了 不代表不好 你怎么样涌合起来 我教房地产 我教装修 我教营销 我教销售 我教人才 我教线上 我教很深很深的那些 所有的那些课程 7R的课程 还有很多课程啊 我现在想一下子想不到 我唯一一个人有本事 教这么多个课程 你试一下有几个老师 有本事这样子教的 主动跟被动 朋友们啊 我今天做的交易 不是因为了 我要发达 我知道这些板块 要把一个人的财富 推上来另外一层的话 这些 我们所谓的 可慕的心态啊 你要去满足它 因为它要找的是大案 我自己本身啊 我都想要找大案 我全世界找 可是不是每一样东西 我觉得到 是适合的 我要把最复杂的东西 变成简单 教育本身要教一个人 是一个艺术来的 你要传授 要传达给一个人 真正的两个脚 可以自己站哦 它是一个艺术来的 不是讲你讲就算了 那个艺术 是一个艺术来的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你要把一个不会的人 交到会 那个本事是一个艺术来的 这个就是教育的威力 他会把这一个人 所学到的东西 放在他的身上 他懂得怎么样发工 懂得怎么样有一个方案走 那个是一个艺术来的 那个艺术是一个艺术来的 这个是使命来的 你没有使命 你可以这样子讲啊 我跟你讲啊 我的Facebook 你去看任何的人的Facebook 做教育 有没有像我这样子来做教育的 我们看我们的团队 有没有这么多个 这么认真的 所以我希望什么 我只是一个蜡烛 在这个宇宙 会点到不见掉的 生命有寿命的 我只是希望大家 我在我生的时候 我这一把蜡烛 这一把火可以点到你的话 你的潜能分分钟 还比我还要大 我们整个团队 Arian Rui整个团队 完全都是因为了教育而生存的 因为你们的成功 就是我们的故事 你看有没有人做教育 讲这些东西 你看有没有人做教育 用这种使命来讲话 当没有人上你的课程的时候 你知道你心里会破碎的嘛 当人家在讲你的坏话的时候 根本都不是的时候 你知道你会很忙脏的嘛 你会想要放弃的嘛 如果来讲你们是老实的话 你们明白了 很多人不明白啊 我们这是什么人啊 我们只是要挑他们的潜能出来 因为我觉得到这个东西 是一个做老实的满足感 他们赚钱 那么我的课程 我讲明这个价钱你 你就来上啊 没有人逼你的啊 你买不动产 买几百钱 你要上 你不是上 你不要上的话 没有人逼你上的啊 所以讲啊 教育这样的东西啊 是一个我们叫做 没有使命的人 做不下去的 因为啊 你是假的 人家从一条街都秀得到你 我A2需要做口径吗 不需要的啊 我每一个星期有几个班啊 我要做口径的 在live 我A2全都已经收了 东西已经做完了 我都不需要去关心他们了的 我看到那些东西啊 是我自己本身啊 看到他们的成长是我的成就啊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 是很多人看不关我的习惯 看不关我 看不关我 你不可以否认啊 我这个火 有在里面身体的我 所以讲我敢讲怪兰话 因为我的火是在我身体的我 我错我讲错了 我蹦然我讲蹦然的 我以为我讲错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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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讲的 我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都接得到啊 我学习啊 永远都学不完 我最富的是什么 我最富那些人呢 就是啊 他们认为学习不重要 我最富的是讲什么 那些人讲我什么 你赚最多钱是交易咯 你教人家怎么样发达 其实你教人家就是你发达 哈喽 我没有逼人的咧 所以讲啊 从中在这边的话 被我帮助发达的人 更多过我赚的钱 所以讲从中在这边的话 我跟大家讲一样东西 不要上我的课 你也可以上其他的人课 其实课程哦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来的 不管你是上谁人的课程 因为什么 课程的成分哦 是什么 人生的精华 人生的精华 就是什么 知识再加经验 就是智慧 上课程你就是要智慧 因为东西有这种东西 叫做时间成本 你要不然你自己去磨 要不然你拿人家的智慧 你买人家的智慧 所以不然的话 你用你的时间 去换 你的智慧了 用你的时间去换 因为是什么 你会走错路 你才知道 以后我不要再走了 再不然你就拿你的钱 去换人家的智慧 继续学啊 上课啊 没有的话有老师这个职业的咩 老师没有这种老师 没有这种职业叫老师的 你明白吗 所以很希望在这一边 你们不管是怎么样都好 Covid的时间 你没有的东西 所以你去学啦 如果来讲你们想要学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我的YouTube 你去学什么叫做财富 希望那个东西会挑你们的 Yowness 你明白叫什么意思吗 Yowness in your wealth Building your wealth The Yowness in you building your wealth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所以从在这边的话 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给你们明白 老师开了一个TikTok 那你去TikTok一下 like一下 因为我在那边我是讲英文的 所以可以的话你过去那边 support一下老师 TikTok adrian.v 好像是我的TikTok 你可以去的 然后如果来讲你要学习 学一个正式的教育 什么叫做财富的话 在这边底下有一个 我们叫做Agent.v YouTube Official 在这边 Click这一个 我们的Agent.v有一个YouTube 专给大家学 不动场 企业 还有企业 在营销跟销售 还有线上 还有财富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在YouTube 这一个呢 是老师特地 做这个教育系统出来 所以你们不会miss掉 你们看那一个 我们叫做大港的那个字 然后你们进去里面 自己慢慢用你的时间来去学习 Agent.v的YouTube 在这个底下 这个link 你们把它去click 去学 学到够为止 最主要是 你们可以学到成功 谢谢大家 爱你们 到时的时候啊 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待